而另一頭搶公親子票 無黨籍總統參選人郭台銘跟副手賴佩霞 今天下午到了臺北華山園區 有小朋友幫忙提前幫他慶生 另一頭藍白陣營其實已經展開了 這個合作的會議 外界就分析了 郭台銘會被邊緣化的趨勢明顯 但是柯文哲也喊話了 藍白和郭台銘一定要有角色 為三方的合作露出曙光 還是經典最對位但要拍IG 現實洞洞也難不到 郭台銘與副手賴佩霞 參加永齡基金會華山園遊會 本來是想給小朋友驚喜 沒想到 有一個神秘小禮 我們要賺給弟弟 來 我們的神秘小禮 小心 大家都小心 生日快樂 端出半個郭台銘高的氣球 生日蛋糕 小朋友大喊 爺爺好 讓竹腳好開心 不忘對一旁爸媽們宣傳 0到6歲國家養的招牌政策 你們就是未來國家主人 希望你們都能夠成長 來承接國家的未來 我們的孩子真的很愛我們 我們所說的話 我們的孩子完全吸收進去了 對小孩有一套賴佩霞出馬 搶公親子票 不過同一天藍白陣營 也擬2024合作方案 雖說自己沒有加入 但柯文哲話說得很明 勝率最高就是他當政的 還說郭台銘有角色 一定要拉郭台銘進來 打破郭台銘被邊緣說法 畢竟手握將近10% 泛藍選民還有韓粉 逐漸靠攏 民眾黨最缺乏的陸軍部隊 郭台銘也有解放 郭台銘現在在全國的連署站 已經突破300多個 如果柯主席願意 這些連署站隨時可以轉成 類黨部的組織 以及郭董可以投入資源 可以跟藍白合作嗎 全台連署站點 大部分合約都已簽到 明年有贏彈也有資源 郭台銘累積足夠籌碼 戰線拖越久才能跟藍白叫牌 記者綜合報導